高雄受到暴雨影响 多数已经淹水了 而且现在关键是 暴雨已经慢慢往中部 移动了吗 请韵涵带我们掌握 好的 赵和 刚刚新闻当中 应该各个观众有发现 其实各地灾情不断 尤其是南台湾 本来这高雄呢 好多地方都有淹水 甚至整个高雄被形容 几乎是泡在水当中嘛 而此刻刚刚新闻也有看到 包括台南地区 嘉义地区也陆陆续续传出灾情 没有错 主要是因为受到这凯米台风 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加上吸引下发 很多的这西南季风的 符合水汽带来的 中南部山区 还有平地的暴雨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尽管凯米台风 它现在已经是来到了 中台下线 预估稍待一会儿 五点半的时候呢 就会减落成青台 但是提醒台南嘉义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雷雨带 开始扫过来之后呢 它整个雷雨包 就会朝着中部地区 这些县市来移动 所以说下一波 可能冲击的县市 就会往中部移动 还提醒这一次气象鼠言 针对了这凯米台风的雨量上修 尤其是在高屏山区 上修到了2200毫米 但你提到这高雄地区 为什么这回几乎 等于说是泡在水里 您看到这单日累积雨量排行 这是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计算的 今天都还没有过完 你看到累积雨量已经破迁了 这跟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这严重灾情的台风相比 几乎已经快要接近当时的日累积雨量了 那么我们再看到下一个画面 其实是高雄的制洪池 您知道吗 其实像是这样的一个水利署制洪池 台风前是排空的 不过稍早之前 他们高雄水利级也证实了说 这490万吨的制洪池 现在已经因为暴雨导致全满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雨下在高雄下了多少 这等于是让这高雄多处淹水的 唯一的主因就是在于 这一次凯米实在是太恐怖的 外温浑流加上西南丰沛的雨量 那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十雨量 刚刚也有反复提醒的 不仅仅是高雄 有没有看到红色地区扫过的地方 包括台南还有南投地方 都要特别留意 以现在十雨量来看到的话 过去一小时 台南白河区的十雨量来到了83毫米 这个概念其实是 只要超过十雨量50毫米 各地就要严防所谓的超大毫雨发生了 而嘉义同样的十雨量 也来到了67毫米 至于高雄现在还在下十雨量 也有62毫米 最后提醒大家 中南部的雨下到什么时候 您看到今天录夜之前 包括刚刚提到的 苗栗南地区都要留意 可能会有超大毫雨发生 至于明天 还是会持续受到 这外温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还是有可能出现毫雨 所以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顺防留意 这样的一个致灾性暴雨 一直到今天晚上 以上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还给赵和 凯米台风的台风尾造成南台湾 在今天降下暴雨 南台湾的民众都想问 这个雨什么时候比较会趋缓呢 淑丽 好的 目前看 如果真的要问说 比较缓和下来的时间 那么真的要到明天 才会比较小一点 那么在这个小时 淑丽在这边要呼吁的 要提醒的 就是在现阶段最危险的地区 那这个地方就是高雄 我们从上一个小时观察到现在 整个受到就是这个西南季风 我们俗称红台位 整个西南季风 再加上这个台风 凯米台风 它逐渐在远离过程当中 带下来的强劲西北风 整个西南风西北风的符合 所以我们在上一个小时就提醒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强烈的雨带 从今天清晨一直到现在 已经将近十个小时 袭击南部地区 一直没有减弱过 然后从上个小时呢 到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高雄 不管山区也好 市区也好 这时雨量是从八时九时 甚至破百这样的时雨量 已经持续在下 那么因此呢 在之前我们不断强调了 是在山区的危险性 在这个小时呢 熟悉在这边要特别呼吁的就是 以目前来说的话呢 高雄包括市区还有山区 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呢 这样的一个暴雨 这样的强烈降雨 至少都还要持续四个小时以上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呢 整个台风远离之后 这风场的浮河 所带来旺盛的 这个西南季风 带上来的一个水汽 那么这样的一个浮河 会让这些对流 都没有办法减弱下来 或许现在市区稍稍减弱 但是时雨量 还是都在五十六十毫米 目前的山区的时雨量 还是非常的剧烈 我们就先来看看时雨量的排行当中呢 我们就要来看了 为什么要特别来强调 时雨量排行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时 我们真的要跟高雄的观众朋友 跟乡亲共啊 就是非常的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上一个小时啊 这个前三名 我们呢 事实上都是用高雄的 这个时雨排行 那么事实上 现在在前排行的二十名 全部落在高雄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高雄的大数呢 最大时雨量是一百零六毫米 六规九十六毫米 高雄九十二毫米 两名呢 我们选了屏东 因为屏东也是高风险区 那么目前呢 屏东当然因为对流的影响 所以目前呢 跟高雄来比 有比较大的落差 但是也是强降于 六十一毫米 五十二毫米 但是不要小看 这个只是 原来已经降到六十一 五十二 因为对流随时的补上 这样的一个强降于 我们已经说了 事实上要持续到今天 整个白天的时间 那么因此呢 在这边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呢 预防性的一个提醒 包括了高雄 包括了屏东 低洼地区已经淹水了 市区的部分 如果说呢 是在比较低的地方 或者是地下室 或者是一楼的这个民众 我们都会建议 赶快进行预防性的防灾 不管是呢 你要把家居啊 什么移到安全的地方 希望能够做是 预防性的防灾 好 我们接下来再从呢 这个雨区预报当中啊 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提醒了 到底这个雨 要下到什么时候 那么事实上 我们已经说明了 在这次凯米台风当中呢 像这样的一个 中南部的超大豪雨 今天是一整天持续下去的 尤其是在今天 白天的时间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风远离 然后哄台会扫出来 所以为什么呢 中南部的乡亲啊 事实上呢 才从以前最害怕的 就是扫到哄台会 那么这一次呢 已经是这几年来 近年来 没有这么的 严重的哄台会 那现在整个袭击的 就是呢 我们的南部地区 所以呢 气象局啊 也发布了 这大雷雨的这个警告 因为呢 包括了嘉义以南 甚至台东 现在这种大雷雨的情况 还有暴雨的情况 剧烈降雨 至少都要四个小时以上 到了今天晚上 我们从这个 雨区预报的色块当中 你可以发现 没有错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的确降雨呢 会稍缓一点 白天的超大豪雨警戒 到了晚上的时候 雨是稍缓 但是呢 还是有大豪雨的威胁 而且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由于现在呢 在整个嘉义以南的山区 现在都是剧烈降雨 而这样的一个 在山区的剧烈降雨呢 一直到晚上 事实上很多的雨量呢 会开始流到平地 到了平地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尤其南台湾的民众 因为晚上又有一波 涨潮 满潮的时间 所以当山区 大量的这些降雨 流到了平地的时候 刚好遇上了满潮 事实上呢 这些水是没有办法 顺利排出的 所以目前淹水的情况啊 到了晚上 还会更加严重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 预警 包括了高雄 包括了屏东 现在甚至在平地 在市区的民众 都要做预防性的 紧急的防灾 那么呢 到了明天 明天雨还会不会下 明天的雨 还是会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明天来说啊 事实上当然 整个降雨的强度 不像今天了 但是西南风 持续在影响的 中南部地区 所以呢 今天是超大豪雨 跟大豪雨的警戒 明天来说 对中南部地区 则是大雨跟 大雨跟豪雨的警戒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 明天在中南部 持续的不稳定 同样持续 因为今天 已经有许多呢 包括这个 强降雨的一个灾情出现 明天雨还继续下的情况之下 虽然雨是变小了 但是只会雪上加霜 所以无论如何 在中南部 尤其在嘉义以南的部分 都必须要特别小心 这个现象 那么呢 一直到呢 明天晚上 整个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呢 这个天气 在南部地区 依旧还是不稳定的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 这样的一个豪大雨 会停止 会比较缓和 会比较稳定 目前我们看 一直要到礼拜天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还是呢 特别提醒了 就是呢 在这个台风重点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呢 要告诉大家 现在暴雨的高危险区 就是高雄跟屏东 是尤其在这个小时 尤其在未来这四个小时 剧烈降雨的区域 事实上呢 从这个新苗栗以南 一直到澎湖 都会是剧烈降雨的区域 那么凯米台风呢 事实上呢 在今天就即将要登陆大陆 所以包括金门跟马祖啊 风雨都会明显的转强 什么时候暴风圈脱离本岛 事实上要到今天深夜脱离本岛 但无论如何 暴风圈的脱离本岛 已经不是重点 而是在于说 北部东半部的风雨缓和 但是中南部的危机 我们还是特别提醒 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严加做好防灾的准备 时间交给金 外围环流影响 你会想说奇怪 为什么凯米台风 已经逐渐远离台湾了 这中南部的雨还是下不停呢 你有看到这一点一点的吗 我们透过卫星很明显可以看到 主要是受到凯米台风 它的外围环流 再加上西南风的丰沛水汽 那么呢 就在这个西南外海这边 以及陆地这边呢 形成了相当强的对流 那这个强对流 对于陆地上的感觉就是 雨会一直下 下不停 而且您看到 其实稍早 我们的气象鼠也上修了 我们的雨量 那么在高平山区的部分呢 甚至修到了多少 2200毫米 这概念是什么意思 这概念其实就是说 我们全台湾一年的 这个平均降雨量 顶多也才2100而已 但现在呢 您看到光是这个凯米台风 从它还没来之前 到它离开这个时间点 短短四天内 就已经可能将雨量 上修到2200毫米 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它的雨带来中南部 可观的降雨之外 也可能造成部分灾情 刚刚新闻看到 高雄地区受当其冲之外呢 您看到其实在六规的 时雨量 现在还来到了94毫米之外 而且雨势部分也相当大 从时雨量来看的话 高雄现在时雨量都有 90到100毫米左右 这墙降雨 大概会下到什么时候呢 估计到录夜之前 恐怕都不能掉以轻心 您看到我们从分区来看的话 今天来讲 嘉义到屏东的话 严防风墙宇宙之外呢 山区还会有超大豪雨发生 另外这苗栗到云林呢 同样雨也相当的大 尤其山区要留意会有大豪雨发生 北北街还有陶族这边呢 风大也会有渐些雨 但是感受上会比昨天来讲 雨是明显减缓许多 至于宜蘭跟花莲同样也是的 但是还是不能掉 清新是风的部分 毕竟外出如果风特别大的话 很有可能会带来灾情 持续提醒您哦 这巨烈降雨 恐怕一直持续到深夜 不要以为明天就没有了 因为这豪雨部分还会持续的降 也就是说今天录夜之前 从苗栗以南 还是要严防致灾性的强降雨 嘉乙 好的 苗栗以南的民众都要留意致灾降雨 那么同时 这台风昨天一度在东部海面徘徊 让台湾的许多气象专家都深入研究 现在就连美国的气象专家 都特别深入研究开米台风 没有错 其实这美国的气象专家 特别看到这一次的开米台风 您看到它的路径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一度是在东部的外海 打转转了一个圈之后 似乎在找这个路口 结果就从这边登陆之后 直接从这边出海 那么就有美国的气象专家说 开米走的路线 是一条令人疑惑的路径 还说这样子会造成东岸的地方 导致两度受到这暴风核心的冲击 另外连CNN也有提到 这美国就是他们认为 这开米的路径 就好像乒乓球一样 被弹出台湾 弹到了什么呢 弹到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中央山脉 也因此造成阻挡之后 能改变它的路径 结果开米就会呈现的这种 相当特别 绕了一个圈之后 才往台湾登陆 然后离开 不过刚刚又反复提到 这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大家其实很想知道的是什么 知道的时候明天南部 还会再休一天吗 以此刻来讲 到今晚之前 这降雨依旧相当的丰沛 而明天白天的话 还是持续受到外温环流影响 以这个雨区预报来看的话 中南部的雨还是相当可观 也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 要到明天晚上 这样的降雨才会逐渐趋缓 也就是说凯米台风 它现在的外温环流 跟着西北风来符合 中南部到明天下半天之前 还是要严防这极端降雨 但至于会不会放假 就有待考验各地方政府的决定了 以上是这一节气象 再把时间还给加完 没错 大家就是想问 就算台风远离台湾 但是中南部的强降雨还持续 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最新分析交给实力 好的 我们现在就立刻透过雷达 还有风场图 我们赶紧来看看 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南部的降雨的变化 已经跟白天这一段时间 有一些不一样了 首先哪个不一样呢 第一个不一样就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事实上这个强烈的雨带 本来是都一直锁定在高平地区 然后再往台南 目前已经延伸到台中以南了 也就是说这个雨带 其实有往北延伸这样的一个趋势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最主要是因为整个凯米台风 它现在逐渐地往大陆福建而去 那么随着它中心 一直往大陆福建这边过去 所以整个这个红台部位 这个强烈的雨带 也随之被往北拉抬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今天深夜之前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 那就是在云林以南到台南这个部分 会有这种剧烈降雨 那么另外 比较稍微可以喘口气 比较缓和的是 在高平地区还有台南这边 其实这种剧烈降雨的情况 就有一点稍微趋缓一点点了 以现在的时雨量最大的地方 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目前最大在彰化的福星有76毫米 那么另外云林北港则是有90毫米 在嘉义东石这边则是有53毫米 如果说我们再从单日的雨量排行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一次在中南部 尤其在南台湾 特别是在高雄会淹得这么惨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一整天到现在 将近18个小时 还没有19个小时 最多今天到目前为止的 累积雨量 您可以看到高雄茂陵是累积了1163毫米 嘉义奋起湖还有屏东山地门 都是超过900毫米 这一天还不到24小时 就已经超过了1100毫米 而我们再来看这一次 淹得非常严重的高雄 高雄光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总共下了多少 总共下了542毫米 它一天就把一个月的雨都下完了 因为高雄在八月份平均的雨量 月平均的雨量是513毫米 所以它一天其实就下了一个月的雨量 甚至高雄单日的降雨 跟当初的莫拉克相比 到今天其实也已经超越了 当初莫拉克的537.5毫米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高雄 会淹得这么的严重 其实就是因为 这单日它的食雨量 剧烈的降雨实在是太大了 而接下来我们还要提醒 来我们从灾害的市井当中 必须要提醒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从云林还有嘉义 台南跟高雄 因为在凌晨这个时段 将会遇到满潮 那么由于现在 在整个山区的降雨 还有市区平地的降雨 都已经趋于宝河 平地都已经淹水了 而到了这个满潮 今天午夜满潮的时候 山区今天所累积的 所下的这么多的超大豪雨 事实上会逐渐的流往平地 那么由于平地的水 已经完全宣泄不出去 再遇上满潮 所以这个淹水的情况 还会比白天来得更为严重 另外就是因为今天 这个山区的豪大雨 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山区只要再继续下雨 都要特别小心 这种土石流的灾害 所以最后 淑丽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尤其是在苗栗以南的 这个山区这种剧烈降雨 还会持续下去 明天来说的话 雨的这个雨势会稍微趋缓 但是还是有大雨 甚至山区还是会有豪雨 因此在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不能够掉以轻心 时间再交换给于书 好 目前全台湾的灾情不断 大家不禁想问 凯米台风的暴风圈 什么时候才会离开台湾呢 运海 好了 赵头带领掌握 的确大家都很关注 这凯米台风 此刻我们从最新的警报 大家来看 它就算已经中心出海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它的路径还是在摆档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暴风半径 相当的广 还是有250公里 所以说今天深夜 一直到明天凌晨这段时间 预估它的暴风圈 才会逐渐脱离台湾 但是呢 就算暴风圈离开台湾了 可是因为这一天 一直持续为您报导 是在于 这一次它的外围环流 夹带了这西南风风沛的水汽 甩进来这台湾的中南部地区 带来非常明显的降雨 甚至呢 现在整个降雨的范围 还会持续扩大 所以我们透过 接下来这雷达三合一 来告诉您说 接下来这降雨状况 会是如何 今天一整天的报导 我们都看到 这高雄地区灾情不断 而且此刻 如果从最新的雷达 更可以明显发现呢 其实整个强雨带 开始往中部方向移动了 甚至接下来的食雨量 包括台南跟嘉义 此刻来讲雨势是相对比较猛烈的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尤其是南投还有呢 台南已经嘉义的观众朋友 因为现在正在下暴雨 提醒观众朋友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至于中部地区之外 澎湖也是气象鼠 持续警戒的范围 也就是说今天录夜之前 随着这个雨带不断甩进来 那么呢 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要慎防这种超大好雨出现了 好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刚刚运航有提到 尽管说这个台风的暴风圈 预估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 就可能脱离 也有机会解除路上台风警报 但是您看到 因为甩进来这台湾 台风伪造成 其实这个中南部地区的 这个风雨还是很大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您看到今天晚上 中南部除了还是要留意 这降雨之外呢 您看到明天 还是有红色紫色的范围 对不对 这代表明天在中南部 依旧会有好雨发生 甚至这一次气象鼠还特别上修了 这高屏山区的累积雨量 这一次凯米可能造成 高屏山区总雨量来到了2200毫米 南投跟嘉宇山区的总雨量 也上修了来到1800毫米 也就是说这一回啊 其实这凯米台风为台湾带来 中南部尤其感受到风雨明显 还是要提醒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要留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以上呢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还给赵和 大家感谢观众朋友 呢